消费者协会今年上半年接到了7721起投诉 年比增加了6% 其中同娱乐休闲相关的投诉比去年同期激增了超过5倍 而大部分同圣陶沙天灯节有关 消息今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头6个月共接到了670起 同娱乐休闲有关的投诉 是投诉量第二多的行业 远多于去年同期的105起 消息表示其中近四分之三的投诉 是针对天灯节的组织方 消息为受影响的消费者争取了全额退款 总额超过2万元 文告说娱乐休闲业的投诉激增 使得上半年的投诉总数达到了7721起 另外文告说最多人投诉的是汽车领域 有682起 排第三的是有600起的投诉的美容行业 另外电子商务方面的投诉增加了53% 主要同网上购买活动和音乐会门票有关 而预付款相关损失也激增超过三倍 达到约125万元 大多数损失来自娱乐休闲 餐饮和婚礼行业 消息对预付款损失的上升趋势表示关注 我们发现许多行业 比如健身和婚礼服务业突然关闭 影响了许多消费者 因此我们将会扩展消协保证计划中的预付款保障 我也希望政府能立法 对付那些收取大量预付款的高风险企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